测试 测试 刚才我们做了两条 始终是想问 这一条 真的 15分 其中还有一些公式 你可能还未学的 如果考到 long track 我告诉你这条题目 就真的会上一场 还有很多英文 你万一看不明白 或者没了心思看 你就什么分都没有 那今次 uniform test 都有其中一条 long track是probability 难道没有这条 恐怖 但都是考完毕书 故事复不复杂 我都不知道 如果复杂得像刚才 那样 random respond test 你第一次看你一定不明白 那 这条简单点 抽球 in a game 2 boxes a and b each can take n balls 那 n 我不知道多少 那首先 peria is asked to draw a ball randomly 不认识 那 最终 如果A简单抽到 B简单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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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便会赢了 我不知道A简单抽到 B简单抽到 B简单抽到 Find the probability 2简单抽到 6 问你 2个简单 一模一样叫你多少 不要太复杂了 只有1分 你不知N是多少 所以答案有没有N B简单抽到 A简单抽到 N是否一个 premi N的乘 damn B简单抽到 N是百 � N就是 gim A简单拼 Sold的是這個B箱 Standard visto 1 2 3 4 你學不成份量的話 其實這個題目 在房子裡 Daddy 跟摘色制中也是分別的 最大分別就是你不知道N是多少 所以那表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畫得完 但當你畫完它的表就知道為什麼 為何要用呢? 好,total有多少個格子? n square的格子 total n square的可能結果 有多少個結果是符合你的要求 就是number是一樣的 你又說格子 對呀,你發現有a,那麼多個格子符合要求 所以最後答案是怎樣呢? n over n square 1 over n 你可以這樣畫表 畫表最穩妥,我還是說一句 你用這個工具去做這個題目 千萬不要想錯事 當然,如果你說就這樣想,想到1 over n 你會想到的 原因就是,我不管a雙抽什麼號碼 我完全不管a雙抽什麼號碼 我a雙可以抽到1,2,3,4,5,6,7 去到n都可以,任抽號碼 b雙 我抽的號碼要和a雙一樣 所以有機會率是1 over n 因為a雙你根本用什麼號碼都不用理 你不用提機會率 但到b雙你可以解決機會率 b雙我要抽號碼和a雙一模一樣 有n個號碼 只有一個和a雙一模一樣 所以答案是n分一的 但我也是那句,給我一句話表現 就這樣想錯,不知怎麽說 也就是那句,你要明白 好像我今天還沒睡醒 很多時候會想錯事 你要強調就是,如果你就這樣想 你不保證什麼時候想錯 因為始終你的精神狀態 都很決定性 你那天睡醒,你想什麼都想錯 所以我還是那句 你反而要學會用什麼工具去做 這些機會率 你始終有工具幫你手,你不用想得太辛苦 還有你有工具 多數你發覺就很少機會做錯 好了 但沒問題,跟著下去了 Let p be the probability that appear within the parts Find in terms of p only the probability that the number draw from box b is greater than box a 怎麽做呢 B Lumber 大於A的Lumber 那個機會率是多少呢 人家叫你In terms of p only p是怎麽解 就是贏獎品的機會 贏獎品怎麽樣贏 A大於B 那現在來問你B大於A 即是選B 做一樣嗎? 對 出事了 一個A大於B 一個B大於A 還沒想到一樣的機會率 一樣,好像A計算過 對,原來是P 我也是那句 現在在這個表裏 我現在可以做多一點點的 我打橫就 現在我放大一點點的表 你現在有個表對著 我告訴你你容易做得多 現在對角線打和了 就代表 打和贏你會輸的 打和也要輸的 對呀 我告訴你你打和也要輸的 哪些格子才有機會贏的 打和也是輸的 但是別人要贏的要輸的是 A的號碼大於B的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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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擺明就是 上面 有些同學已經說了 在上面那些格子 所以為什麽要畫表的原因 我畫給你這個表 在PART B都用了 這一些格子 才是贏的 A大於B 是在說這一些格子 這一些就保證你贏了 黃色那些 應該還有一格的 又不可落 不知道發生什麽事 中間斷開了 這個應該不會有 不過又算了 你明白就可以了 一會兒你也是用三名數 去慢慢計算的 反正 黃色那些就是輸的 藍色應該游到這個格子 中間還有東西 現在你懂得分什麽 在這個表裏 一個很簡單的表 就可以讓你看清楚 究竟大致上你心裏 你會知道有幾個格子 贏了幾個格子輸的 那又是說一句 有幾個格子輸 其實可以看 因為擺爐來考慮是三名數 一格 兩格 三格 四格 加五格 加六格 加到N格 三名數列 剛剛説字講完 輸的話很簡單 反過來減 又或者三名數列 幫我加四個層很簡單 好了 但是不要理會 現在人家還未考你三名數列 一三六十這樣去 一 一二三 一二三四五六 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這樣去 計算的就是 一加二加三加四 十年數列 那待會再說 好了 搞定了 哪一個是P 上面那些格子輸的 Win是P 黃色那種是Luzer 但是人家B1 就玩一些比較賤價的 就是你們用P想的 P就代表贏的機會率 P代表贏的機會率 A大過B 那個機會率就是P 那大家反過來 別人叫你計什麼呢 B大過A中間還要算打和 我這樣死了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下面反而簡單 告訴你 好了 為什麼呢 首先 這個就是考考IQ B1 B2 B3 我告訴你 B3 我告訴你 B3 2 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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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瘋了 反過來 A Less than or equals to B 就應該1-P 可不可以打錯題目 沒理由這麼難計 要In terms of P only 打和又不告訴我 怎麼計 是不是打錯題目呢 我先檢查一下 好了 你們要記得這麼苦惱 真的不會計 可能是打錯題目 可能是我錯 是不是 這條題是多大的 10天 這麼厚 沒有啊 沒有打錯 怎麼辦 怎麼辦 沒有打錯 等好啊 有機會 不知道多少 麻煩你們 哎呀 真是卡到 沒有朋友 做完 B1 都說 為什麼我要遊家仔 你呀 你有沒有這麼傻啊 你們 哎呀 我不跟你賣關子 做完了 神經病的 真是 哎呀 想不到你們這麼差勁的 B大個A就是一人P 對請的嘛 你除了扣了對角線 B大個A和A大個B 這個格仔 不是一模一樣的號碼 真的 真是吵的 現在搞這麼久 吃花生就沒有人 哎 哎 這就真的好事 不是 你畫完個表 你要想到這件事 你畫完個表 想不到這件事 你機會裡有我們 的前途 是可悲的 好 我再說多次 機會率 很多時候是看規律的 很多時候 尤其是你畫完表 之後 我再說多次 藍色的格仔 擺明是A大個B 那 哪些格仔 B大個A 就是這一分的格仔 這一分的格仔 理論上 和藍色的格仔 的數量 一模一樣的 你扣了對角線之後 那麼大家的機會率 就一樣 就是這樣 考IQ而已 你不懂計算碼嗎 機率率 我講了十萬九千七百次 機率率 不會計算碰的 你不想 是欠了你的想法 你還沒開竅 有時間你搞的 好啦 想要說的是B 因為對稱的 A大個B和B大個A 兩件事件 好啦 Part 2 using the result of Part 1 Express P in terms of N 那怎麼搞呢 很簡單 謝謝 不要搞那麼複雜 繼續下去 P in terms of N P和N P和N有什麼關係呢 那都已經出來了 如果你只看回所有格仔 A大個B的機會率是P B大個A的機會率是P B等於A的機會率是多少 1 over N 因為你剛剛計完 所有東西加起來等於多少 2個 對 P加P加1 over N 就等於1 就是這麼簡單 考慮你入圖 到底 考慮你對於表的掌握程度 你摘色仔 你畫了很多次表 根本現在都是摘色仔 不過有N 看不到結果 但給你聽 計的方法是一樣的 而別人是考慮你這個概念 你不懂的話 我再一次 其實你真的要自己再回編 算多些機會 因為我再言多說一句 公式不會太複雜 但你一天不開竅 你一天都會死 機會率不同 M1 M2 即不是不同 D同煙 我告訴你 機會率你要做到開竅為止 反而D同煙 電你幾乎公 我也是那句 機會率一定比D同煙 所以 那就比較久一點 我們 好了 P理論上就是這樣 Express P in terms of N 1 選N分1 over 2 當然答案收不收貨 要不需要化解 後華樓 我們做 part 3 才快 我們盡量上1點半走 但他就不說 If the above game is designed so that at least 46% of player means the prize find the despair of N 人家就說 我最低限度要46%的 什麼 什麼不是 所以我再一次 很關鍵就是 你B一開始不懂得做 你整條題目馬上打了柴 應該 什麼叫打柴 一分都沒有 隨時是 因為你要一 part 一 part 才可以follow到 他們的題目 講的東西 當然我原多一句 有些同學 1 part 2 不懂計算 part 2 不懂計算 一旦用三明數列 但是煩很多 三明數列 三明數列 如果你用三明數列計的話 你 N乘N 加1 over 2 再除 N2次方 大個等於0.46 煩很多 我告訴你 如果用三明數列的方式去考慮的話 我沒有計錯 不是 還要一減 所以 如果你用三明數列計的話 不是 一減 一減 所以你發覺煩很多 我看你不要 你用一條題目說的方法計 三明數列 我告訴你 等一下應該有用 好了 沒有問題的話 所以N是多少 我不浪費時間了 但是 看見我堅釋都不太好 唯有快速去講完算數 好了 喂 你那些傢伙吃成花 好啦 好 大致上就是這樣 首先整個Bpart答案 6分 你看到 步驟簡不簡單 簡單的媽媽都不可以 你平時做2ndD 到part 用自作6分 現在幾乎都這麼簡單 現在幾乎都分了 還是那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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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緊 他回來吃飯而已 這些題目 還是那一句 還是那一句 步驟很簡單 但是背後想的很複雜 當然 你看到marking 連個表都沒有送給你的 要你自己畫 或者要你自己想 所以還是那一句 你做機會 我記得 還是那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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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件事 你千萬不要做其他 古靈精怪的事 不要覺得自己 同一聲 會想到的機會 告訴你 你們現在的level 好 記得 好 去了 現在有沒有大問題 所以你覺得n 大概是12.5 所以n至少是13 the sphere of n 13 去了 有沒有大問題 還是那句 你明白了的話 告訴你 公式你明白為什麼 好 接著最後一句 最後一句 有 這句 是long quick 這句是long quick 有兩個人 John 和Mary 阿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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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就簡單一點 不是跟你玩十三面的顏色 真的又玩回表了 不過今次就一字六而已 OK 但當然了 為什麼會失落整條 為什麼會跟A part B part有關 好 the first player who gets a number six win the game 嚇人真到沒有朋友 小心點 第一個人摘中六的 就贏了遊戲 問你阿John 摘第三次 自贏的機會率 跟A part B part沒有什麼大關係 那整條題目為什麼要黏在一起 因為大家都在考驗 紮色仔畫表的概念 不過還是那句 要阿John在第三次自贏 喂 誰先摘 阿John先摘 好啦 要阿John第三次自贏 好啦 你要想一下 John win on 3rd floor 好啦 喂喂 快啦 喂 不是 不是 十年都做不完 好啦 阿John第三次自贏 那第一件 你自己想一下 由 遊戲正式開始想 麻煩 第一次要怎樣 第一次不中六 即阿John的第一次 要不中六 不中六 不中六的機會 幾多呢 五分六 是不是 但跟著下去呢 對啦 你要想一下Mary Mary第一次 又是不中 是吧 跟著她 跟著呢 阿John的第二次 又是不中 對 又是不中 跟著Mary的第二次 對 都是不中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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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輪到阿John的第三次 要怎樣啊 當然要中啦 然後遊戲就結束了 那我再一次 這個就 不關樹形圖事 亦都不關廟事 要畫樹形圖 你去Pile 這些你就這樣想 而已 即是 一段Case這樣 慢慢想清楚 發生了些什麼事 每一件事 有一個份數 同一個Case 用乘數 簽在一起 call啊 call啊 我們教機會率 當然不教了 好啦 那當然了 那個數字大不大 大到Pile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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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個都不麻煩 好啦 這個都不麻煩啦 這個都很容易計的 那 六份五的四次方 就是乘六份一 份數的話 就六二五 over七七七六 四位小數是0.08 零四 什麼 什麼 你可以給小數的 四位小數 麻煩 好啦 B2 就應該搞不定 你們 C2 C2 sorry C1 好啦 沒問題 C2 不要抄 這些你自己也會 C2就問題大了 那你不夠位 你去隔壁板做了 麻煩 那我們今次UT 都不會在C那麼難的原因 你還沒學一件事 沒得計的 阿John會贏遊戲 C2 對阿 對阿 你不知道他扔多少次 對阿 告訴你 John Will John John Win 你不知道他扔多少次 這下個嚇人真 你要自己想 不用Lammy之數 不用Lammy之數 你當然說一句 人家沒有叫Lammy之數 分Case 他怎樣才可以贏遊戲 對阿 有幾個Case 一來就六分一 John的第一次 一來就六分一 我連Chillaga都不討論 這些 又或者呢 第二次 對阿 John第一次壞了 第二次 對阿 John第一次壞了 Mary Mary一定要壞 Mary贏的話 John就不會贏 Mary也要壞 阿John呢 阿John呢 就贏了 就贏了 對啦 加到什麼時候呢 我們在中六呢 其中一課書就會說這件事 加到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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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條書式化解 會變成這樣 六分一 再加 5over6的二次方 乘六分一 再加 5over6的四次方 乘六分一 再加 抽不到 6次方 再乘六分一 加加加 加到無限 很難搞 不懂 我完全不懂 但我想問問 留意一下數字 留意一下數字 第一個是六分一 第二個是5over6的二次方乘六分一 第三個就是5over6的四次方乘六分一 第四個是5over6的六次方乘六分一 有什麼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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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了 聰明就告訴我 這個是等比數列 來的 是啊 等比數列來的 這個叫GP Geometric Sequence 在中一教過的 中六正式再教 什麼叫等比數列呢 就由第一項到第二項 你發覺乘了5over6的二次方 由第二項乘了第三項乘了5over6的二次方 由第三項乘了第四項乘了5over6的二次方 每次的比例都是一樣的 好了 但是最大問題是每次比例一樣 怎麼加得來呢 每次比例一樣 阿智 我知道每次比例一樣 哎呦 但是我要交無限 為什麼 數學加呢 數學加呢 就懂得加了 那有沒有公式可以幫我們計這些數 當然是有啦 那麼教了沒 當然還沒教啦 不過都有一句 可能你預告定的 因為 你們應該暑假都會學的 我們暑假要補貨 暑假會教Core 你到時候還沒知道 我都不知道搞哪一課 審什麼 那些筆記不向都放上網 我也有網站 筆記不向都放上網 中六 第一二課 中六第一二課就會交的 等差等比數列 那你都會說到一件事呢 就是 原來等比數列呢 等比數列 Sorry啊 他都不要等比數列 等差數列加起來 有頭加尾乘項數除異 是不是 頭加尾乘項數除異 你記得吧 等比數列加起來 都有公式的 公式當然還沒交 那遲了會交 甚至乎 喂 不是說 3加9加27加81 我都起碼知道加5項 但是現在加得不停 加不停呢 原來也有得計的 好變態 加不停的 GP無限項之和 原來也有得計的 那當然了 這些公式呢 就到中六再正式介紹 不過這條題目 就考了那條公式 我放了這條題目 留這份不久 大家一起做 就是A除了1-R A是首項 所以你不會計算 不要緊 不要緊 不過遲了會考 這些 那做完的了 那就 收工了 是這條公式的 A除了1-R 當然這條公式 我還有一次 這次UT不考 你放心 不考 不過 這條題目 那些FUN CASE的方法 畫表 諸如此類 我告訴你 當然要考 好 好 有沒有大問題 沒有大問題 那當然了 答案 有多少 我忘記了 按機位 快 快 看我開馬卡 還是你告訴我 答案快 6 over 11 6 over 11 不肯定 自己看 搞錯了 按機都不肯定 不肯定 我按錯了 不肯定 不肯定 喂喂 等等 6 over 11 是6 over 11 0.55 6 over 11 好了 最後一部分 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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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over 11 好了 最後一部分 問些什麼呢 Given that Mary has won the game 已經知道 Mary贏遊戲了 這個是黑人真 反過來說 已經知道 結果了 問回Mary 幹什麼 唉呀 慢慢說這條圓 已經知道 Mary贏遊戲了 問回你 他 Did not win the game before the first fall Did not win the game before the first fall before the first fall Did not win the game before the first fall 你搞得甜煙 的話 你就學好詩 我告訴你 這個conditional probability 沒什麼難到你 這一部分最難 我告訴你 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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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計機會了 是什麼 Mary Did not win the game before the first fall Did not win before the first fall Did not win before the first fall 當然也是那一句 我怕你還是要打開 Base freedom去計算 即是分數就走不掉 說真的 Mary贏了 Mary贏了 當然你可以重新計算一次 當然也可以選擇偷計 因為 C2 我覺得有些牽絲給了你 Mary贏了 但是 Did not win Did not win B東沒太多 憤慕沒有熱ıyor 憤慈也 ait無法 憤慈也拿會 憤慈也拿入 你以為 先ators Merry贏的机会率多少我想问 Merry贏的机会率 很简单 首先Merry贏的机会率 怎样计算?3,2,1 那是John 1-6 一定要用1-6 大分子很难搞 Merry要赢 但是不准在第三次之前赢 加了头3分之后再用那个模式 即是他要怎样呢? Ded not win before the third fall 即是他要集第三次赢 那死了很多个case 计算是吗? 扎第三次,扎四次,扎第二次,扎六次 第七次 要怎样计?3,2,1 要怎样计? 一减 我说了一定用一减 你不用减你死定了 Merry要赢 但是不准在第一次赢 不准在第二次赢 那就减回去咯 Merry第一次赢 机会有多少? 你记得仍然是John摘释 John要怎样? John不赢 Merry呢? Merry就赢 又或者 John要 不赢 Mary要 不赢 计算是John 都不赢 去到Mary呢? 赢了 赢了 你说难难想吗? 我没有遮掩 不如说久一点 我们一起 不要啊 我没有遮掩